拿着冰袋子细冰敷 这名年过七十的郭姓老翁 右眼红肿 鼻梁挫伤 还不断在流血 原来是六号下午 他开车行进新北市市区区 碰上了行车纠纷 从后方驾驶提供的画面 可以看到左侧的赖姓男子 举起拳头不停往老翁脸上攻击 一阵猛锤至少十几下 老翁被打得没有招架之力 只能靠在车上 事后老翁到医院验伤 警方也在网路巡逻发现之后 请双方倒案说明 原来是老翁开着轿车 跟前方的赖姓男子 因为抢到先是发生口角 赖姓男子将小货车横停 不让老翁离开 双方理论不成大打出手 赖姓小货车驾驶 随即将车辆挡于 郭南驾驶的汽车前 并下车敲击车窗理论 郭南下车后 先朝对方脸部会略权 导致小货车刺激 赖姓男不满而出手回击 全案双方互控伤害罪 并郭南对赖姓男子轮车行为 则提出强制罪告诉 行车纠纷变成了全武行 两人不仅受皮外伤 法律攻防要花的时间 恐怕也不少 华视新闻的陈生学新闻市报道